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千里一双风格 长成写破误书 手心中了爱不舍度 冷到没有运度 自打列车飞快 追不上现实动态 归在看得到你睡 不会 不累 不得 有独有不残酷 当时有千万一颗初恋 爱不千万一颗抱歉 你身上的父 有独不悔 当时有千万一颗初恋 爱不千万一颗抱歉 你身上的父 有独不悔 等你想好了 再过时间好好跟他聊一下 你不会失去他这个好朋友的 因为你们都很珍惜对方 不是吗 要怎么跟冰雯说 怎么了 小彤 你最近新聞事件不是也解決了 而且還交到一個霸氣又溫柔的 男朋友 你怎麼還在這邊 醜沒苦臉的呢 我就是因為太幸福了 老天爺才出了一個難題給我 什麼難題 你 冰倫 他真的喜歡我 是真的 不是在又開玩笑了 是真的 他是怕我沒男 才不告訴我的 我就說 他上次就是因為 告白失敗 自己找台階下 怕尷尬 你還不信 姐 我已經很煩 你還跟我講這些 你說我先生應該要怎麼辦 四個字 好好面對 要怎麼好好面對 才不會失去秉論 你們才能回到像之前那樣 單純毫無芥蒂的相處 你們要回到像之前那樣 單純毫無芥蒂的相處 確實有難度 好好面對吧 好 現在李承和Iris都對那個 王燕營提出告訴了 她應該會得到教訓 以後不會在胡亂造藥 還在想秉論的事 如果還沒想好要怎麼跟他說 就不要想了 放心中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也想 但是忍不住還是會想到 我有個方法讓妳不要再想 什麼方法 什麼方法 坐好 你在幹嘛 我想讓妳玩一個遊戲 什麼遊戲 等一下就知道 好 再稍等一下 好 這個遊戲叫 讓妳開心 來 抽一個 真的會開心嗎 妳抽抽看嘛 說三 四 我愛妳 我愛妳 有開心嗎 有嗎 有吧 再抽一個 這是讓妳開心還是讓我開心 都開心 我怎麼覺得接下來的兩個 好像也是讓妳開心 妳們 妳繼續抽 妳繼續抽 我不要 好 全部打開來看 看妳寫什麼 公主抱轉五圈 說十句情話 妳要選哪一個 這個很OK 當然OK 要我抱十圈都行 我是怕妳頭暈 才寫五圈 想試吃嗎 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的 突然有人突然進來怎麼辦 謝謝妳 請進 嗨 小童 李鳳鳳也在 我是不是打擾到你們了 有 妳太不會挑時間了 對不起 那我改天再來 李鳳鳳 她可以開玩笑的 天安 走 怎麼騙我 李鳳鳳 妳來是跟我講秉龍的事吧 不過妳不要誤會 秉龍不知道我來找妳 是我自己要來的 我知道 那我就直說了 小童 小童 妳能不能不要放棄秉龍 那個朋友 其實 Julie的事情 我從頭到尾都知道 也一直有在幫她 但她聽到 妳和Vincent在一起的時候 她就已經決定 要放棄利用Julie 去追求妳 是我自作主張 回留言說 都可以把信放去束無 也是我一直勸她 可以利用Julie 表達出對妳的感情 好好告別 讓自己真正放下的 小童 李鳳 李鳳現在真的已經 放下對妳的感情了 我相信只要妳們兩個 把話說開 一定可以像以前一樣相處的 你們當了這麼久的好朋友 真的很不容易 妳不要輕易放棄 李鳳這個朋友了 李鳳 謝謝妳跟我說這麼多 我會好好想像的 你為什麼 李鳳 我知道妳是好意 但我們都沒有立場 去介入他們兩個之間的事 這件事 還是讓小童自己決定吧 妳在幹什麼 我在幫妳兒子做宣傳啊 好 好 撕 撕 妳盡量撕 我印了很多 要多少有多少 撕啊 沒問題 妳是不是太閒啊 妳今天到晚找我們家 大海都麻煩 那是因為妳兒子敢不要臉 我只是推她一把 讓大家來評評理 好 要講大家來講 到關山了 妳老婆不要妳 不想跟妳不合 是因為根本妳沒用 什麼叫我沒用 妳講話好聽一點 妳腦袋是不是有問題 我跟妳吵架 我罵妳 我還要靠好間地講給妳聽 我還沒開始呢 妳看對人家吐小玉 你吐的是什麼 妳說妳愛她 放屁 我看妳根本就是 貪圖他們家的錢 妳如果要當個 小白臉的人家這樣 那妳就乖一點啊 妳還好意思去偷吃 人家的閨蜜 妳腦袋真的在進水啦 妳什麼都不懂 妳閉嘴 妳不是要大家來請請妳嗎 妳啊 妳過河拆橋 人家破產啊 妳就把所有的債務 丟給朱曉筠 妳 妳根本不會當個男人 我 我如果是朱曉筠 我才不要跟妳這種 捕獲浪費在一起 養妳啊 不如養一條狗 養一條豬 孩子用妳這種爸爸 真的是倒楣啦 人家一輩子都會記得 他爸爸是個渣男 是個廢物 妳 妳真打人啊妳 喂 妳上來 上來我下一次 打一次 我有晉升喔 妳 妳當我國官 我好欺負啊 我覺得那三個 妳要回來了 怎麼算回來 我快渴死了啦 我的無糖烏龍茶咧 我的烏龍茶 我搞烏龍了 朱曉諾 曉諾忘了 交給我 烏龍 看到沒 人家彥竹就是比妳信心體貼 學著點 謝謝 學著點 謝謝 這個妳的 妳們在看什麼 我剛剛跟龐龐設計了 我們的咖啡廳Menu 不知道要選哪一個才好 我選妳 我那個看一下 妳過去一點 妳幹嘛擠我 不是啊 那邊有位子 是我的位子 越來越悠閒妳名字嗎 不是 我剛剛都在這裡的 就我嚇過 這裡是香香先坐的 連香協韻妳懂不懂 對不起 對不起 這裡給妳坐 我去跟彥竹坐 我去跟彥竹坐 妳坐這裡 妳坐那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了嗎 第一個比較暖 這個色調是胖胖小的 雖然顏色很溫暖 但我們覺得字體好像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莊總 關於海外拓碟的事 我們今天要跟妳討論 妳那下午跟妳的視訊會議嗎 好 那我們在明天聊 謝謝 謝謝 我問你喔 你知道最長的刀是什麼刀嗎 我好像見過最長的刀是 切金江魚的刀吧 不...是屠龍刀 你知道嗎 屠龍 妳是專門來講個笑話 給我聽的是不是 當然不是啊 我是肚子餓來蹭飯吃的 上次吃了妳的四毛料理之後 我念念不忘 妳還真的不會不好意思啊 會啊 所以我決定 今天的食材費用 我出 妳來負責做 誰啊 是小童傳來的 她說什麼 週末有空嗎 我們回大學走走吧 她問我週末有空嗎 要約我回去大學走走 這有什麼意思啊 我的室友去找她 她說她想清楚了之後 會跟你聊 但是回去大學走走 這是好事嗎 沒事啊 反正最糟的結果 就是連朋友都當不成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還不會啦 小童不會不跟你當朋友的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沒事 一切的決定 我都尊重小童的 怎麼了 幹嘛 我都尊重小童的 我都尊重小童的 我尊重小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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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圈 我尊重小童的 我知道妳為了寶寶 忍了很久 沒有吃這種高熱量的甜甜 在一生說過 偶爾吃一次不為過 來 要什麼樣的口味 自己挑 我全部每一種口味都要 雅琪 高客氣 來 妳可以吃 真的喔 也有我的 要泡 大家一起泡 我也先一點 媽 妳趕快怎麼來了 有媽媽 媽 妳找曉筠有什麼事 妳可以跟我講沒關係 我不是找她 我是找你 找我 竟然是找大海的 讓我退開一點 媽 妳找我什麼事 妳這個混蛋 妳這個不叫子 妳媽媽我辛辛苦苦把妳養大 就是讓妳在外面當小王的嗎 妳把我們家 搞到無言喪氣了 這是趙觀山做的嗎 趙觀山又跑去找妳嗎 妳書讀到哪裡去了 妳書讀到哪裡去了 媽 我是 妳閉嘴 妳除了會講說妳愛曉筠之外 妳還會說什麼 妳就是犯賤 不要連 有媽媽 妳不要叫媽大海 妳閉嘴 我罵我兒子干妳什麼事情 妳擦什麼嘴 我才不要閉嘴 趙觀山是因為我才會去找妳們的 那要怪她 她為什麼要去勾引人家老婆 妳有沒有羞恥心 她才不是 人家老公早上門了 她還傻呵呵的說 要當人家孩子的爸爸 那大海愛我啊 她善良 我看她根本就是個吃軟飯的 看人家有錢 以後不愁吃不愁穿了 姚媽媽妳不要越講越過分 大海關心我靠近我照顧我的時候 我們家是破產的狀態 她要妥什麼 妳現在有錢 她現在當小王當得可開心了 幫人家養小孩她都不在乎 哇 我立全開耶 她 妳是不是她媽媽 妳怎麼可以說這些話詆毀她 哎呦 人家老公趙觀山已經把她搞得那麼臭了 我當媽媽等我罵她幾句不行啊 別人說什麼我們怎麼管得著啊 隨她去 我們自己人知道清楚就好啦 乾燕可味妳懂不懂啊 嘴巴掌在人家身上隨她們去 就算今天大海要吐我的錢好了 我開心我樂意 怎麼樣 我們兩個人交往 還要跟這地球78億人口交代啊 什麼年代了 女生不能養男生啊 我朱曉筠就是有本錢 我就是可以養游大海 怎麼樣我就是讓她靠 我告訴你喔 游大海非常有骨氣 從來不要我養她 但是呢 我就是有辦法 讓她不要工作 不愁吃不愁穿 把她養得白白胖胖的 讚位基友 讓那些愛說嘴的人 羨慕嫉妒恨 只要我們兩個人感情 對得起彼此就好啦 閒雜人的 在那邊管別人血死 幹他們屁事啊 哇 哇 哇 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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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有媽媽 是不是受到太大的刺激 崩潰了 媽 你怎麼了 你還好嗎 唉唷媽媽對不起喔 我不是故意要大聲嗆你的 你 你好 你很好 你通過考驗了 我看是真的崩潰了 我今天來 我就是要看看 我們游家未來的媳婦 碰到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只會躲在大海的背後 還是能夠挺身站在他旁邊 媽 我沒有那麼弱好不好 你閉嘴啦 你年紀小的時候 媽媽可以遮掩你的 你現在長大了 你的老婆就要跟你站在一起 並肩坐在 你懂不懂啊 你 為了大海敢頂撞我 我欣賞你的尷尬 我欣賞你的尷尬 有媽媽 所以你答應我跟大海交往囉 你不用高興得那麼早 我這裡有一份條約 你要簽了 我才會同意 說話算話條約書 不好意思跟你借地方喔 託譽中心實在是太小了 沒關係 我剛好有去開會了 這裡就留給你們 有媽媽好 我媽媽看起來不是老對付我 你OK嗎 正經不怕火鍊 真愛超越合約 我OK的 你去忙吧 OK 等一下 借我一次筆 這支筆是我簽約專要 無往不利 祝你順利 有媽再見 有媽媽 要簽說話算話合約書是不是 我簽 蔓展 笑語 我說過 切任何合約 要看清楚再簽 沒錯 要看清楚一點 簽了是不能反悔的 第一條 大海說的話永遠是對的 好的 第二條 除非大海不愛你 否則不准離開大海 沒問題 第三條 連你肚子這個 我要抱四個孫子 沒問題 第四條 你的就是大海的 大海的還是大海的 我同意 第五條 夫妻有任何爭執 請參照第一條 媽 這個合約對小明很不公平 這合約不公平 這根本就是愛父沒有自己五條宣言 追求幸福 本來就是要付出代價的 尤媽幫妳說得沒錯 麻煩妳 不要阻擋我追求幸福 我簽 好了 只有當事人簽是不夠的 還要有見證人 簽這個 該不要負法律責任吧 妳說呢 那妳就簽吧 我不會虧待妳的 好 就衝著妳這句 我簽 好 好 小媽媽 謝謝妳喔 媽媽 妳幹嘛 謝謝妳 等一下 要幫我去抱大海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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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找律師見證這個合約 媽 我送妳 不用 我自己走 我才不要在這裡礙事 好 好 那妳媽媽 我送妳 我才不想拿點人好 可惜帶來先愛上小明 不然我覺得我跟妳挺投緣的 有媽媽 我們相見恨晚 妳怎麼那麼有眼光 來 有媽媽 這邊請 來 有媽媽 妳怎麼會突然轉面 要成全那對小情侶 趙官山這個奶奶那麼壞 我才不要讓她秤心如意呢 妳看趙官山是神助攻 我 有媽媽 等我 乾杯 姐 我告訴妳終於得到有媽媽的認可 謝謝 雖然很開心 但我媽出這一招真的太可怕了 不怕 不怕 我保護妳 妳吃薯條 好吃嗎 好吃 當然 你們吃到嘴巴上面了 冰淵淵寶貝我們好像輸的 不會啦 我覺得你們兩個還好 說真經的 趙官的事要怎麼解決 他到底想幹嘛 依照他現在的表現 他應該載我的孩子 我是不會給他的 當然 但我認為他除了在乎孩子 他應該還是生愛著妳 他如果愛我姐的話 幹嘛搞出這一堆事情 對 我覺得靖州受得沒錯 不然他幹嘛不直接去辦禮婚就好了 而且他還跟蹤妳 知道妳懷孕之後 他還特別來關心妳 他就恨我 最擅長的恨人 他就不想我好過 就是 他如果真的愛我姐的話 他幹嘛不直接跟他說他愛他 就說 因為說了沒人會相信 趙官生 他知道自己犯了 不可被原諒的錯誤 但他還是想拚一把 所以他先用強硬的方式 主決大海 讓大海智能而退 然後再用如今的公式 要取得強硬的亮點 我論他想怎麼做 現在這兩條路 他都沒辦法走了 他如果什麼都行不通的話 他又要你跟孩子 他該不會綁架你吧 不會的 應該不至於 不行 就算有0.001的可能性 我都不能冒險 總經理 明天開始 我們就把拖運中心那個樓層 設立門禁 沒問題 我明天進樓層馬上處理 好 這樣還不夠 從明天開始 妳上下班都由我親自接送 可是這樣我很麻煩你 你還要那麼早起 為了你 再辛苦都值得 好貼心 而且我這樣子 還可以跟爸媽問好 好 妳好孝順 曉筠 因為有妳 才讓我的生命 變得更完整 更燦爛 更美好 姐 妳對不起 好 我媽用那個 叫我照顧你了 媽 妳是不是有失瞞著我 沒有 明明就有 妳今天下班之後 心情明顯輕鬆很多 跟妳之前那種 所適從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在判斷 妳已經想好怎麼回應給你們了 那男人怎麼這麼聰明 我乃琳被賣掉我怎麼知道 妳放心 我會把妳賣回來了 妳在講什麼 好啦 我拿妳了 所以妳約了秉倫 我約了她週末見面 可是我還是很緊張 也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我會給妳力量 妳不要擔心 時間會撫平一切 妳跟秉倫有這麼多回憶 只要有心 一定可以回到過去 只要是妳說的 妳不相信 嗨 妳到了 怎麼突然約我來這裡 因為 這裡是我們第一次遇見的地方 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遇到妳 就是坐在這個位置 妳也是像這樣走進來 對 對啊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妳 傲嬌得要命 一點面子也不給我 我再怎麼說也是社團的社長 超感慨 這裡是我們回憶的開始 我們在這裡談無可麗麗 在這裡排練話劇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妳 妳最喜歡坐在這裡寫劇本 而且 妳還說不坐在這裡寫不出來 妳都記得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坐在這裡 就有很多的靈感 我們只要一每一刻 我們就會窩在這裡 吃東西 聊天 而且有一次 我們硬要在這裡吃麻辣菇 妳是說我們吃到一半就停電的時間 結果我們就用腋下夾這手電筒 不放棄的把它吃完 這裡每一個角落 都有我們好多的回憶 對啊 那些回憶 現在每次想起來 都是很快樂 可能是有妳在的關係吧 我學生時期 一直以來除了讀書就沒有別的 直到遇見了妳 妳是我第一個朋友 也是唯一的一個人 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我 立倫 謝謝妳 但是 對不起 所以 真的不行嗎 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辦法喜歡妳 我明白 不過 真的謝謝妳 這麼慎重的告訴妳 走 這是 我給妳的最後一張訓言看 妳要說我自私也好 說我惡劣也好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放棄妳 所以 我想請妳 讓我繼續留在妳身邊 我想用這張許願卡 給妳許願 能不能請妳繼續當我的朋友 能不能請妳繼續當我的朋友 真的不行嗎 妳的心願 妳的心願 我收下 妳的心願 我收下 妳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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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張許願 朱小桃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 开心地聊起这段回忆 怎么啦 丙伦不是已经收下许愿卡 愿意继续跟你当朋友了 可是我觉得自己好过分 既然用这种方式把丙伦留下来 我觉得丙伦因为我这个朋友 真的很讨厌 你怎么这么想呢 丙伦那么在乎你 一定也是在等你开口 把它留下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也只有这个方法 可以留下丙伦 但是想一想 我觉得我这边很讨厌 好了 不要再这么做这些了 丙伦不会这么想的 你想不想 跟丙伦回到以前那样相处 我也想 那就不要指责了 这件事情 或是丙伦要放下 明明要放下这种负面情绪 要不然丙伦会发现的 你不会想以后你跟他相处 变得尴尬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会努力放下的 我希望之后跟董伦 会像之前一样无话不谈 继续打打闹闹 这才是我的苏小涛 走 回家 回家 欢迎 这次的效果好像不太好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能够看到陆靖州 他们被弄得像狗一样 忙得团团转 到处向人低头 我就开心了 来 那我就收下了 你收下 赵先生 我真的很佩服你 居然把李晨跟Aris都一起得罪了 陆靖州他坑了我八千多万 虽然没有能够全部要回来 但是能够搞一搞他我也开心 但是我比较佩服你 你这样子帮我一把 就不怕被他们告吗 我是已经习惯了啦 要告我的人太多了 什么污蔑啊 毁谤名誉的 大不了到时候跟观众道个歉就好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道个歉就好了 如果以后还需要我帮忙的话 记得再找我合作 一加一大于二 我不会忘记 真是好香喔 这故事真是太厉害了 完全展现了我的厨艺 热的食物比冷的食物 散发出更多的空气威力 闻起来当然比较香 是吗 是因为我厨艺好吧 我来帮你乘一碗 庞庞煮的庞庞的座 等一下 我先拍个照给阿公看 让他知道我在台北也是有好好生活的 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好了 我自己也有啊 你这样子看着什么时候才会冷掉啊 拿去啊 谢谢 好吧 你之前有煮饭给男朋友吃过吗 哪来的男朋友啊 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好吗 超悲惨的 为什么 因为我爱对方对方不爱我 那个对方是谁啊 我哥 静周哥 旁旁 兄妹之间不能谈恋爱 我跟周哥没有显容关系 他是阿公收养的 你都不知道 那时候周哥拒绝我 我的心碎了满地 我就像是被绿巨人 从心脏里面揍了一圈 超痛的 我的心都扁了 你懂他那种感觉吗 不懂也好 那里呢 你有恋爱过吗 这样你有喜欢过人吗 没有 所以你从小到大 都没有过心动的感觉 我书是读得不少 但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心动的感觉 心动的感觉就是 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会莫名的心跳加速 会很开心 然后心那边 有一种麻麻的 像是初电的感觉 这样有心动的感觉吗 也是啊 我又不是男的 你怎么可能 对我有心动感觉 可是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 心动的感觉 不然我帮你上网站 心动的感觉 没有 怎么样 没通吗 手机关机了 他今天应该七点就要下班了 现在周围已经九点了 手机又打不通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妈 你先不要往坏处想 说不定是社区里面有事 爸一时忙不过来 所以就晚回来了 就有你给我 孩子一个可以跳我爸的机会 你的一切对我来说 都只是回忆而已 而且是巨大的梦面 好去好散的话 未来如果还能当朋友 我不会阻止你要看小孩 我不会阻止你要看小孩 答应过好吗 让记忆停留在那一夜 你的微弯多么不干脆 你的微弯多么不干脆 我的眼泪流得多么痴迹 答应过你了 不怪你那是我的决定 决定不再勉强 你说爱着我却爱着另一个她 没什么留下 没什么留下了 没什么值得好勇气 和包饭了Terry 我都难不公平 该如何放下 冰上双眼假装忘却 承诺的永远 当泪落下 淹没了表面的伤 你变得了谁 闭上双眼 以为视线 怎么的永远 那夜 曾经的谋言会飞 飞飞 我没办法再爱谁 再一次 再次在那 им 再次的根本 就是这一句 有一句 永远 你 像尊重 你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